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好像是六连 走开 那这个毕业照妆容应该怎么化呢 首先我们来说两个错误的做法 第一种错误做法 小姐 你有事吗 第二种错误做法 说我化的浓 那我不化妆了 素颜最清纯 你们要知道素颜并不等于清纯 素颜等于清纯这件事情上呢 只存在于长得好看的人 不是你 素颜这件事情在你身上 很有可能就只是丑而已 所以我主张大家还是要化一点淡妆的 但是真的不要化的太浓 一定要留下我们最美好的瞬间 所以这个妆容的重点呢是 干净 青春 有活力 这就是我心目中青春的模样 好 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化妆的部分 写了个脸 然后我现在要擦点面霜 非常给大家推荐我最近在擦的这个 OLED的气泡酵母面霜 虽然这个是品牌方寄给我的 但是我最近在用非常喜欢 它是真控包装的 就是它里面的面霜和外面是完全隔开的 这种设计就给人感觉非常的卫生啊 就是压旁边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里就会出来面霜 看 这个面霜它主打的成分是叫 黄金酵母 这个成分是增强肌肤活力的 所以它对于暗沉肌肤啊 没有弹性的肌肤啊 就特别合适 特别喜欢它的也就是 它是那种哑光丝绒质地的 你们看 它在视觉上有隐形毛孔的效果 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不看得见 我用的这一个是清爽型的 是比较控油的 它还有一款是偏滋润型的 是比较保水 保水 是比较补水的 好 下面我们来擦个防晒 我们拍毕业照呢 肯定是在校园里面 各种地方各种拍对吧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 别留别留别留 虽然我等会儿根本就不会出门 但是你知道 演戏演到底嘛 它防晒用这种轻拍的方式 不要用搓的 今天用的就是我的这个 真爱搭配makeup forever的 遮瑕和nyx的调色盘 我那天去专柜问这个遮瑕 他们说已经停产了 然后你们看我脸上这个红色 斗印很多嘛 所以我用这个绿色调和 肤色的遮瑕膏 去遮红色的斗印 像我脸上这种 特别特别红的这种斗印啊 不调绿色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遮下去 还是会吐出那个红色 你看这个绿色遮的话 就特别明显 就是能遮住 这个遮瑕膏 除了它的遮瑕能力强 我还特别喜欢它一点就是 它是那种粘粘稠感的 它不是那种刀状的 或者是霜状的 而是一种粘了八戒的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 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这种粘了八戒的感觉 就遮盖力非常强 我觉得我要去找一下 它还有能耐的 囤它十只二十只的 这个手指遮完痘痘之后 用余下的这个粉 去遮瑕这个放红的鼻翼 然后同样用这个遮瑕膏 我就不控告其他 什么别的东西了 直接用它来遮黑眼圈 给你们看它的遮瑕力 你看薄薄的一层 今天这个毕业照妆容呢 底妆是一个重点 所以呢对于我们这种霞刺皮呢 底妆就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上面 其实这个妆的眼妆啊什么的都很简单的 然后用余下的一点遮瑕 把鼻翼旁边的毛孔这么推一下 把那个毛孔填一下 好下面我们来上粉底液 粉底液因为我们就是在外面拍照 毕业照我们经常就是至少拍半天 爱美的姑娘可能要拍一天 所以这个持久度一定要好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美宝莲的Fate Me 因为它非常的控油 遮盖的也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这款粉底液比较适合拍照 因为它是雾面哑光的妆效 拍照的话如果你整个脸就是太水润的话 就会显得油光满面的 涂粉底液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整张脸包括这个中间的部分 还有这个旁边的部分 不是说每一个部分的粉底液 都要涂得一样多一样厚 我们重点是涂这个 你与人面对面这个视觉的这个中心区域 就是这个这一部分 然后旁边这种算是往后的阴影的部分 就要少涂一点 为什么有的人涂完粉底液 脸显得就是比化妆之前更大了 就是因为它把旁边的这些地方 也涂得很厚然后很白 所以显得脸更平更大的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底液 点在中间的部分 所以擦粉底液要从中间这种需要提亮的部分开始拍起 这款粉底液你一定要快一点拍 因为它是属于秒干的那种 这个人中啊你先慢一点去拍它 因为人中如果擦太白的话也是会显得很假面 旁边然后往后开始往后带 往后带一开始不用在那边堆一点太多的粉底液 好这边鼻翼的两侧 鼻翼的两侧呢也是属于阴影区域 所以也是用余下的这个海绵袋里面的粉底液来拍这种阴影的区域 然后再拍到这个人中 需要提亮的即使白一点都无所谓的地方 鼻子这里梯区也是需要提亮的 还有眉骨 先把粉底液拍在这种地方 然后这些地方保证了之后再把余下的粉底液这样往后带 下面我们可以用这种小蛋蛋把需要加强提亮或是遮瑕的地方 再叠加一层粉底液 好粉底液擦完了 那为了追求更加精致的底妆 更加无瑕的底妆 我用我的这个IPSA的遮瑕盘 再稍微的那个完善一下 就像我这种带有形状的黑眼圈 明显形状的 你看这里有一根血管 所以我用中间的这个偏橘色的去刻意遮下这个青色的血管 轻轻地扫上去 我要待到其他的地方 你们看 好多了吧 下面我们来定妆 定妆呢 又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说过 因为我们拍照嘛 对吧 拍照不是说追求这个妆有多轻薄多自然 而是要追求一个无瑕 所以我今天还是用粉饼来定妆 也是用了一个遮瑕度比较高的粉饼 是这个MAC的 是我前两天才新买的 我要铺槽一下它这个外观 它这种磨砂金属的特别的 就手心有一点汗还好 如果完全干燥的话特别的滑 感觉随时都要从手里面滑掉 然后首先我会去重点压一下我的这个黑眼圈 还有刚才遮破瑕的地方 先重点压一下 瞬间柔雾压光了 轻轻的压哦 不要使劲的压 不然容易把遮瑕带掉 然后再压一下 踢去这种容易出油 而且毛孔又比较粗大的地方 其他地方就我们就扫轻薄一点 而且加上刚才那款粉底液 本身就是控油柔雾的 所以也不用太多的定妆 去稍微压一下 OK我们底妆部分就完成了 那我现在的皮肤呢虽然跟人家的好皮肤还是没法比 但是跟我自己原本的皮肤呢已经 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了 那有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平时的美貌呢是 线条比较明显一点的 是用眉 一般是用眉笔画的嘛 那因为今天想画的是一个比较年轻 自然有活力的妆 所以呢今天会画一个平眉 并且我会用眉粉来画 我想画出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先用这个Lunasol的五色眉粉 超多颜色 然后我会先用中间的这个颜色 来大体画一下形状 还是从眉峰画起 但是我的眉峰相比较我平时的挑眉呢 我就会有意识地往下画一点 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 和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说一下 一字眉也就是平眉 不是说从头到尾就是一个 这种弯弯卷卷的一字 这么飞过去 就是它的这个眉尾的走向啊 也是要稍稍往下的 而不要这样飞出去 像一把尖一样 然后我先用的是里面的这个斜角刷刷的 再换它里面这个松一点的这个圆头刷 我们照相呢 可以这个眉毛的深浅 可以比平时画的稍微深一点 好 这边就是我画的一个平眉 你们看它虽然是平眉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弧度的 这样的平眉才是好看的 自然的 好 我刚才有个地方没录下来 就是如果你的 你对眉毛的要求比较高的话呢 你觉得光用眉粉画还差那么一点的话呢 可以用这种极细的眉笔 我刚才就用这个极细的眉笔 又去稍微的勾勒了一下 这个眉尾的形状 好 下面我们来画鼻影 把我的圆鼻头画窄一点 下面到了眼妆的部分呢 这个妆容的眼妆呢 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妆突出的是要干净 眼神要清澈 所以眼妆我们这次经验画得简单一些 首先你随便找一个眼影盘里面 一个这种能做眼皮打底色的颜色 然后下一步 尤其是你的眼睛是比较浮肿 比较肿抛眼的话 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这种浅棕色浅的大地色 也叫做这个眼窝运感色 来把眼窝压一下 不要让它那么浮肿 我前面指错了 不是这个颜色 是这个颜色 好 你们看这只眼睛的眼皮呢 相对于这只眼睛皮呢 它就会深邃一点 往后一点 今天我要用的这一盘腮红 我就用这一盘腮红 来直接当眼影的主色调 我们今天画眼影呢 要比平时下手要清理点 画的范围要窄一点 再用一把小一点的刷子 把眼尾也扫上这个颜色 这个腮红我忘了说 它是一个蜜桃色 是比较显年轻 显嫩的一个颜色 如果你觉得这个眼影太弱的话 不够就是放大眼睛的话 你还可以再加一点这种 深一点的偏红的颜色 偏棕的颜色 再靠近眼线的位置 然后注意这个妆容呢 不管是眼影还是眼线 眼尾都不要刻意的往上挑 往上挑的话就不青春了 除非你的眼尾实在是 就是太大了了 但是切记不要用太深的颜色 如果你靠近睫毛 跟不画太深的眼影的话呢 你的眼睛就会显得不够清澈 然后再用随便一盘眼影盘 里面的亮片出光色 来提亮一下眼头 也起了一个放大眼睛的效果 总的来说呢 这个妆容的眼影 我就是希望只是眼皮上 有一层淡淡的颜色 所以今天我就不在眼皮上 去按压打亮色了 因为我个人觉得眼皮上面 bling bling的跟学士服不是很搭 个人觉得 就是一个超级简单 很温柔 很干净的眼影 然后是眼线 眼线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棕色的眼线液笔 因为今天的眼影比较清淡嘛 所以我选的是棕色 然后这个眼线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画的比较自然 就是可以不用像平时那样 去画一条非常实的一条线 你可以画成虚线的形式 就会比较自然 看上去就好像 你的睫毛是长得比较浓密 而你并没有画的眼线 然后眼尾呢 就像刚才眼影我说过的一样 控制住你的手不要往上挑 而是顺着你的眼型 自然的结束就好 睫毛呢 我们这次也不要把它夹得太卷翘 让它有一个弧度就OK 而不是从正面看就能看得到 一粗一粗的睫毛 好 夹成这样基本上就够了 今天的睫毛膏呢 我也是用一个棕色的睫毛膏 睫毛膏真的没有带 然后我现在让大老闲帮我拿过来 所以我们先画后面的步骤 然后下面是画腮红 因为我是想体现多一点的少女感 所以这个腮红就 什么腮红 这个腮红就非常重要 然后选的是这个 一个蜜桃色 然后这个刷腮红的位置 我平时是喜欢刷的比较靠边上一点的 那今天为了体现这个青春少女感 我们就刷的靠中间一点 我们就刷的靠中间一点 然后是高光 打在我这个肋钩的位置 往这里喷一点 睫毛膏送到了 然后这个睫毛膏 我也是用了一个棕色的 越是风银的 这个极细的 好 最后一步我们来涂口红 口红我今天用的是 妙巴黎的一个唇釉 它是一个橘色的唇釉 然后涂在嘴上 它是那种丝绒质感的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 非常的显气色 显年轻 OK 这些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跟我们拍出 最感逸的毕业照片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 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 还有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信和公众号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